希特勒這個大魔神 不但他擁有精良的一個裝備 而且他們的這種百萬雄師 每個人的服從性特別高 所以造就了他們真的是 那個時候在全世界真的是 讓大家都 哇 別吵了 因為真的好像看到德國的軍團 就頭很大 但是希特勒最後還是失敗了 為什麼 瑞德大哥 希特勒其實跟每個國家的領袖一樣 他心裡面還是有他畏懼的東西 那尤其當時在跟二次世界大戰開戰了 跟蘇聯 蘇聯已經打仗了對不對 後來居於烈士 那居於烈士以後怎麼辦呢 我沒有辦法扭轉我軍事上的烈士 可是我會想要 想要找到人類無法想像的 運用的那種神力來幫助他 協助他 所以他想打造一個不死軍團 什麼叫不死軍團 就是打不死的軍團 然後他曾經兩度派兵派員 到這個西藏去 那這兩度到西藏去的目的有兩個 一個是我們都知道 希特勒有所謂的亞利安種族的這個進化論 他認為自己每隔700年 他的種族會進化一次 他的種族亞利安種族 最熱慢民族就是最優秀的 所以才屠殺猶太人嘛 然後他就認為過去有一個傳說叫做亞特蘭提斯神族 然後後來不是大地震沉到海底面嘛 那有少數的亞特蘭提斯的這個族呢 他呢乘船到了很多地方 尤其是到了西藏傳說中這些神族到了西藏去 那麼希特勒幻想自己就是這個亞特蘭提斯神族的 等於說他的後代 那為什麼沒有神力呢 因為他們後來他們的祖先有跟凡人在一起等於說結合 所以神力不見了 所以他要找回那個神力就是其中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是什麼呢 另外一個就是有這個所謂江湖術士啊 告訴他一種觀念就是 你可以從 你只要找到亞特蘭提斯這個神族呢 你可以改變時空 你可以扭轉時空回到過去 所以他都很信啊 對 他非常相信 那為什麼 因為你已經陷入一個困境 軍事的困境嘛 我就快打不贏了 對 所以他兩度派員到這個西藏區要告訴幹什麼呢 就除了種族的調查之外最主要要找到亞特蘭提斯神族他們所留下來的那些所謂你看過負責者聯盟嘛 裡面不是有大家搶來搶去的能量石嗎 就是要找這個能量石 所以他那時候就很相信這個東西 沒錯 那個傳說裡面說這一塊能量石啊有很巨大的能量 誰能擁有他那個打開他的祕密了以後呢 就可以扭轉時間 就不然 隨便你要去哪裡就去哪裡 這有點像那個負責者聯盟裡面那個概念嘛 我可以打開宇宙的門 把另外一個宇宙的東西 星球東京也運過來這樣子 所以呢 他兩次去 去的時候呢 第一次他們還有進行調查 就是對 因為當地的人只知道是外國人不知道他是幹什麼的 還熱情款待他 對 他們還拍了很多的紀錄片 照片然後做了很多的登記什麼呢 包括長相 包括長相 眼珠 頭髮還剪下來要來做比對到底是怎麼樣 眼球為什麼呢 要看看是不是純種 然後進行個調查 為了安全起見 甚至於從鎖部以上 包括臉全部打石膏 要把那個模型全部都帶回來 結果呢 後來啊 在他們要緩成的時候呢 當地的人告訴他們 他們就 不約就聊到這個所謂的能量石這個概念 當地的人就告訴他們有個叫撒姆巴拉的地方 撒姆巴拉是一個洞穴 裡面有 不可思議的能量 又去 所以一定要找到他 那當地人這樣講 那真的很可能就跟傳說是真的喔 然後他們就回去以後嘛 就跟那個黨衛軍頭子 就是所謂的希姆萊 那報告這件事 然後再跟最高領袖希特勒報告 希特勒認為說 非常有可能 對 所以他的想法是什麼 他的想法 他立刻派出一個 以哈勒 有個軍官叫哈勒 哈勒 哈勒通常他也是一個非常會爬山的爬山登山專家 所以呢 以他們五人小組 秘密去尋找這個撒姆巴拉 找到以後呢 想辦法回報 希特勒要派大逼的空降兵 空降到那個地方 要用幾千人的兵力包括科學家 找到這個洞穴以後 要解開這顆能量石的秘密 對 他心中想的是什麼 我要用這顆能量石打造這些人就像 變成德國隊長啦 不是美國隊長 不是美國隊長 變成德國隊長 每個人都打不死了 德國隊長打不死的這個所謂不死軍團 然後 因為可以扭轉時空 所以呢 想辦法解開這個能量石的秘密以後呢 能夠扭轉時空到1939年 為什麼呢 因為1939年以後 希特勒因為錯誤的判斷 結果造成後來節節敗退 原來如此 所以希特勒還是蠻信這些 這種傳說的故事 還想要去逆轉時空